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第77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施詠青先生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這個星期股市風高浪急 跟施生兩星期之前說過,有個明顯調整,真的要保守一點 其中有一個股票,很多投資者過去都有買過債券 恆大地產 出現一個比較差的傳聞,擔心債務方面有問題 我都知道很多基金或投資者都有股票或債券 你怎樣看內房恆大近來的傳聞 你也有持恆大? 我們旗下施基金沒有,沒有債券,亦沒有股票 我不算深入的認識,亦沒有影響 但一般來說,這段時間,我們之前都有提及 內房今年會面對發債和槓桿 會開始出現變化 本身整體中央的想法都是希望壓抑一下內房發債的水平 因為過去幾年,很多內房公司都用彎道超車的概念 多些錢,槓桿 希望在內地房地產市場的升勢當中可以爬頭 但引致問題,很多內房公司的債務都很高 很容易,過往就出現一些所謂大吞併勢 現在似乎有些很大的公司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想恆大背後的圖像都看到 整個內房市場都有這樣的一個擔憂 當然,今天我們拍片是四月五 其實這兩天最主要的新聞 其實就是,恆大傳聞發信 國內地方政府希望 可以將它在國內A股上市的計劃加速 因為可能給我們的觀眾多一點資訊 其實恆大地產3333 其實過去幾年一直都有一個規劃 希望在香港上市之後,將恆大地產搬回國內上市 其實四年前已經可以做這件事 亦都已經有一間所謂的標的公司A股 停牌了幾年 但在這個過程,其實都舟船了一段時間 甚至乎過去幾年,大家有留意為何它派不到息 都是因為關於A股回歸時時 市場高率一直有些退遲 當然,這幾年恆大繼續做生意 無論賣的樓的量、投地亦都非常進取 而今天的傳聞,會否有機會出現資金鏈團裂 引致到今天,無論它的股價 以及債券的價錢,都跌得比較急 我在內地做地產 當然,一定接觸恆大 恆大有些日子,每年售樓的量 曾經試過獲得全國冠軍 很多時七、八千億一年 他們很多時,是一間很進取的公司 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將規模調整得很大 以及它的生產力、管理能力都算跟得上 賣樓的成績都不錯 純粹看待它的銷售能力 應該賣到樓,收回錢,還債 問題是,現在內地不想太多資源流入房地產 政府在要求銀行的貸款政策上 對房地產公司,是嚴格很多 有一定的比例 負債率去到什麼水平,不可以再借 定了這些比例,可能會令恆大不可以再以債、讓債 債到期,借了又橫,其實跟美國差不多 美國只是這樣做 如果本身的生產力好 產品是賣出去,有錢收回來 按照計算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不讓它繼續借 現在美國立即不借 不可以發債 或聯儲局不買過債 它立即出事 所以現在的制度上 在打壓地產公司 你會發覺恆大最近不是標榜自己做地產 最近標榜自己的行刺 香港朋友聽我的廣告 很多款式一起出 但這些都仍在研發期間 為何要研發期間推廣 因為將銷售有排 有排都未量產 我相信這個推車是一個形象 即是告訴政府、金融管理的當局 不是地產公司 我是一個綜合企業 我現在有汽車行業、電動車 配合國家 要能源結淨化 亦有科技含量 不是純粹做地產公司 如果這樣 可能會不會讓它 原本地產公司不借 你做這些 我便借一些給你 他可能那邊借到錢 以前整車的時候 可能是恆大借錢 拿錢出來給你整車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另外,為何大陸公司借得那麼盡 我不是說恆大 我接觸一些 整體大陸公司的老闆 禁用 其中一個原因 亦跟聯儲局QE有關 即是金融海嘯之後 聯儲局QE,中國政府 都拿4萬億出來救市 如果加上地方自己拿的 都很多錢拿出來 很多大陸企業家的 判斷就是 拿這麼多錢出來 發行鈔票的速度 遠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 這些鈔票會不值錢 如果鈔票的整體趨勢不值錢 當然,借得越多越著數 我現在借錢回來 這些錢還買到東西,好洗好用 趁這些錢好洗好用,便盡借 借了之後,買資產 買了資產便上升 遲些還錢的時候 便盡借了一些不停洗的錢給你 還買不到東西的錢給你 他便賺了這段 所以這種做法 不止恆大的 很多機構都有做這條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大環境下的產生 你剛才說,發一些訊息 給地方政府 按照計的,應該不是地方政府決定 可不可以上市 想不上市 因為中正監 坊間流傳,應該要到他很高層,才會發套版 是的 所以恆大都否認了 大陸,不讓你這樣發信 去施壓 他的施壓,按照你剛才說 我沒有看過那封信 按照你的說法 他就說,我大到不能到 你整嵌我,你就很煩 這樣就算了 我剛才聽你的說法 坊間流傳,當然已經被公司否認了 但流傳出來的版本 內地一個網站 公告的一封信 恆大發給,應該是廣東省的政府機構 希望他幫忙A股上市 否則他今年會出現斷裂 尤其是因為 他在計劃回歸A股的時間 其實亦都憑一些投資者有些安排 最高竭異天 如果A股不能夠順利進行 其實已經延期了幾次 那些所謂股權的合作 就會轉成一個債務合作 剛才你提到,內地的企業家 都不是盲中中 想過、度過,才借這麼多錢 但無論如何,結果借了很多錢 譬如恆大 債券,很多主義投資者 在香港有賣 近來我們知道,國內的已經跌了一半 在香港的,可能是到期息率達到三成 浩德,在投資者角度 你覺得這個時候 應否還要考慮這些債券 還是會比風險更好 我自己一般的建議 接非刀的動作,當然很吸引 但其實我覺得,就算是大家想接非刀 都要等一把飛刀,跌一跌停 我覺得看清楚了解具體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流傳出來的信件 當然我們坊間沒有一個具體的掌握 不知真與假 不過資金面其實比較緊缺 其實也不是一件新的事 實際上,暫時影響到恆大債券 整個內房債券,暫時未受到太大影響 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都要留意一下 整個生態市場 近期都是偏向保守的 不論美國也好 中國也是有少少 所以,大家在飛刀的時間 都要考慮多一些因素 我自己覺得 恆大本身這間公司 剛才我所說的,建設能力是不錯的 即是,它能夠蓋房子、賣房子 如果是正常情況,應該還債 如果是正常情況,還債的公司 政府不想,因為某些政策 令到它倒台 引起社會的金融動盪 即是,在現在中美磨擦的環境下 大陸的敵情觀念是很高的 敵人會否趁機借這件事來 破壞我,攻擊我 雖然不借錢給地產商,可能是最高領導人的一個抉擇 但是 如果那件事 是後果嚴重的話 我相信 大陸都會散絲 如果恆大債券的衝擊,可能很大影響其他機構 所以我認為,如果短債的 我剛才聽你們說,9個月有30利息 沒錯 如果不是大駐,當然普通人就不值得博 但如果你說,很多各種各樣投資 已經有些很穩陣 又有 有時候,駁一駁,我認為 都可以一試 施生的看法 暫時來說,客觀環境,都未至於這麼惡劣 其實除了恆大或內房,近來受關注之外 另一隻香港古王,或是昔日古王 都被受關注 就是匯豐,五號仔 因為今個星期,都跌穿了2008年 即是2009年 金融海嘯當年的低位 去到28元的水平 好,我知道 這些類似傳統股,你應該都不特別看好 但很多觀眾或朋友都持有匯豐 尤其是年長一輩 你會怎樣看呢 這個水平 都可以放心持有,還是不好 前景都會比較差 不如垃圾一環,就止蝕 我自己一般對銀行股的看法,都是比較保守 先講大圖像 始終不單是匯豐自己 2008年之後,大部分全球銀行的經營是困難的 大部分的銀行,不論你做得好,做得差 其實整體的經營環境,這幾年都越來越難 所以其實就 你買入這些企業,其實就是一路要打疫情 就會辛苦很多 所以我自己一向的取向都是 希望找一些各行業比較容易做 有競爭力比較容易一些 匯豐也都不是很差 不過大環境也不是很遷就 很多人看就是看他的派息 近期派息也很慘 由於監管機構都不希望 希望銀行的資本會好一點 當然現在跌到這些位置 其實第一,大部分投資者都已經 留在這裏,都是為了一個情意結 今年都說真的,都跌了一半 當然,你說接下來 那間公司的經營環境,會不會有大幅改善 我相信是不容易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其實二十多元 其實真的爛船都有三分釘 唯一可以,如果還有持有的投資 就可以幻想一下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 其實現在歐洲的監管機構都說 不可以不停延遲派息 都不是一個辦法 可能有機會,他們派息 亦都會令到整個投資價值高 不過就變成了雞辣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匯豐的問題 現在出了問題,不是純粹因為他傳統生意 因為靠息差賺錢 利息低,他賺到錢的機會少 匯豐現在處於這種情況 都是中美磨擦 他做了磨身 之前 中國說他在孟晚舟事件,出賣了中國利益 匯豐又說他配合華為 跟伊朗做生意 兩邊 都不滿意 前一輪,香港匯豐的負責人 國安法出來之後 去站台,去支持 簽名 英國以前很少干預商界的行為 英國議會、首相都出來責難 大陸又傳出,要抵制匯豐 我自己看,在這種情況下 匯豐都很難做 如果不作選擇 可能兩邊都怪責 作選擇,他現在都很難 因為他以前是選擇親自西方 本來他在香港 註冊九七前,遷冊去了英國 變成英國的銀行 遷冊過去 他又做了很多收購 又發展歐洲業務 又發展美國業務 拉丁美洲,很多地方都去 搞到一禍譜 做新的生意,多數不賺錢 現在賺錢都是靠香港和大陸 你變成 主要生意在香港,他都要看著 北京的臉色 但他在整個世界的金融系統 美國是金融老大 很多東西他都控制 又不可以不賣美國賬 所以他的確頗辛苦 我自己覺得 中國政府對匯豐應該寬容 不要逼得他太盡 因為 在中國來說 美國就要撤斷中國對外關係 中國應該爭取 他雖然說現在做內循環 還有外循環都盡做 應該是外國的銀行 不同的公司 如果願意來 中國做生意 都是開放的態度 提供方便 盡量爭取他留在這裏 他給了美國 不到他不給 美國是派人日董事會 香港匯豐 經常有很多美國人進駐 看哪個資料就看哪個資料 查哪個資料就查哪個資料 沒有人阻礙他們 所以不是他洩露 美國也能拿到資料 我自己認為 要體諒外國公司的情況 匯豐的前景 如果集中在政治方面看 可能要中美關係活和才會 中美關係是持久戰 不是打兩三個月 不是兩三年 可能是十年、十五年 所以匯豐都需要捱 但是股價跌過龍 規模收縮到某個程度 最終以香港或大陸為基礎 我相信 匯豐的政治取態 是被迫 靠近北京 因為利益所在 如果取得一種默契之後 中國和香港有一定的業務 都會達到一個股價 我沒有看屬隻股票去看 很難說 現在的股價是否正確 真正的價值 但是 跌得那麼多 難道之前那些全部是假的嗎 新上市公司 發財比較多 匯豐是 那麼多年的公司 年頭還有 六十多元 好像說 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上次不派息 是英國 銀監會決定嗎 類似根本結構 根本是完全 沒有腦 他目的本來是保護公司 要他 資本 留多些錢 在公司 一間公司在股市 上市 是要向股東交代 向股東負責 一間不向股東負責 沒有向股東完成自己的承諾 公司的股價會大跌 股價跌了 就等於叫公司 失去責資能力 損失 你會派多少錢 現在匯豐被雷盜 不單是匯豐,施先生好幾間 我知道 這些金融機構真是 獨屎片 匯豐的情況 可能要混合股價 或者政治前景 最後想說 施先生提到美國 大選 我們都提及過幾次 越來越近 近來出現了一些變化 其中一位中心法官在美國 越來越過身 引來一些 不同的提名爭拗 之前的一些刺激政策 也被施決了 浩德,你怎樣看 越來越近的時間 會不會令到你都擔心 美國的前景 或者大選的風險越來越大 其實這個都是 一個競選的較量 你想想 現在在任的特朗普政府 當然希望大選之前 將所有事情 搞得好些 一般的國民心情好些 經濟上等等 令到大家投票 都是支持現任的政府 至於你說 拜登當然希望將事情拖一拖 股市想一想 讓大家的荷包有些損失 大家心情不好 始終可能對發洩 在議任政府的投票上高 所以這個我相信 其實某程度 無論是法官的委任 無論是近期關於刺激方案 其實都是 跟選舉 其實是一個交連著的情況 法官的委任 不是為了選舉 為了他 還有時間 還有權力去委任法官 的時候 盡快委任 因為如果他選不到 他就不能委任 美國的法官 其實很多都 政治其次 詩名 有些是保守派 有些是自由派 最大的表現 就是對墮胎的態度 有一堆 反對墮胎 有一堆支持墮胎 一直 接近平衡 剛好過了新的 支持女權 以前是民主黨 非法的法官 現在 如果再被特朗普 臨尾再委任一個 保守派 取代了自由派 將來 大法官 可能變成共和黨戰憂 將來的 所謂司法獨立 都是最後 去到法官要判 會對保守派有利一點 他就想爭取這件事 還有一個流傳 如果美國大選的票數 真的相近 會不會有機會 都要一些比較 情況交給法院上高會 有機會處決 這件事都令到 這件事 都放得很大 在美國那邊 無論是內房 金融 甚至乎美國大選 都和政治 不能夠脫 今集的時間到此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多些私基金的資料 不妨去我們的網站 Facebook 打電話 查詢 謝謝